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2年3月12日星期六 拍片時間大約接近黃昏六點半鐘 剛剛跑完十場的沙田日賽 自然是賽馬結果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些即時的賽後話題 今次講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 可不可以叫今天的賽事? 因為陳家熙沒有參與今天的賽事 但是早上突然間未能上陣,馬會公佈了 那四隻馬就換了人 也有一些流言蜚語說他為什麼不能上陣 待會我都將我知道的消息和事實 希望解釋給大家聽 第二件事都會講到莫雷拉 他又成為焦點了 雖然他是有贏馬 但是因為他是騎士王十幾元 很多大業門 撻了很多隻 有些是瘦了 有些沒斷完全沒有騎過 是潰敗的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我也有我的意見 對於莫雷拉現在的處境 可以跟大家分享 看看大家認不認同 開始之前都簡單提提大家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麻煩可以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鐘 真的更好 例如廣告 也是見回我們的老朋友 就是365tips.com的廣告 當然要感謝365tips.com 再次贊助小弟的影片 這個網 除了足球資訊網 更加提供足球tips服務 這個叫做Best Tips的 AI人工智能預測 是利用大數據 結合電腦AI自我學習的方法 多方面深入方式 雙方的對賽 枉積數據變化 戰術 運用基本實力 最新情報等等的因素 結合在一起 再推算出結果 7天內他們可以預測 40-60場賽事 準確程度可以達到八成 他們的優惠仍在繼續 訂閱Best Tips的頭七天 只需要20元美金 如果大家有賭開波 或者想接收這方面的資訊 都不妨上這個網站參考一下 好 回到今天的話題 抱歉 首先說回陳家熙 好突然的 今早11點多鐘 馬會官方宣佈 因為有私人事要處理 抱歉 有私人事要處理 未能上陣 於是所有坐騎逆杯 原來發覺全部馬都不行 第二場堅有料 第五場接報 第八場雙天自尊 美場雄運飛鷹 全部都不知去哪裡 所以 這個退賽 他虧待不是虧待很多 沒有了些拆騎費 最初有人誤傳 他是確診了 都傳了一個多鐘 但後來很多 即時的賽馬媒體都說了 不是 他不是確診 因為陳家熙 自己也跟一些相熟的記者 透露 他主動透露發生了什麼事 我當然從我的消息來源 盡量知道這件事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說因為私人理由 未能上陣 那私人理由是什麼呢? 八道應該是不出一件事 因為所有的來源都是說一件事 但真的不能說 他是很私人的理由 就是說 他的伴侶 有一些事情發生了 他就要陪 要陪他的同伴 但這件事不是什麼不幸 不是壞事 是喜事 是好事 為什麼要這樣呢? 例如說 他的同伴出了什麼問題 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 就說要陪 但是是開心的事情 為什麼要突然無故 今天要開工 突然間請假 他不是事先請假 是突然間請假 你說沒有了四隻馬 那四隻馬 雖然是不太行 但是四場馬都四千多元 拆騎費 你給我四千元 都是錢 尤其是陳家熙 其實在季初 在暑假都說過 他都在籌備 預備 計劃 可能會結婚 說結婚 一定是說 要儲奶粉錢 努力賺錢 四千元都是錢 要花上來 所以另外 也有一點點覺得 不知道這是否屬實 如果是屬實 都會有一點點莫名其妙 拆騎費也是錢 可能那些馬可以 突然間產了上來 可能其他騎師不可以 他有五磅減 可能有優勢會產進來 甚至是馬 趕不上 不知道 所以都比較特別一些 至於真正是甚麼原因 就無謂再多說 總之這不是壞事 而他自己 除了跟商述記者透露 也都在社交媒體說了 澄清自己並非確診 還有保證 他下星期三一定可以出財 這個他就跟 譬如說訂了他的騎烈 就是那些 連馬斯說了星期三可以的 今天有事請假 我覺得怪怪的 但是唯一可以確定 他是沒事的 還有是開心的 這個就是我所知道的 第二件事就說到 莫雷拉 今天莫雷拉也叫做 敷衍一下 很多人心目中就是贏回一場 叫做不用吃白果 勝得出息 二十元而已 二十一元 應該就 贏得都 叫做超級 但是因為今天 他有幾隻大熱門 有超越名區 這個勁駁 那些都是大熱 中華盛景尾牆 這樣就撞了 狀元及底 都是大熱門 而有幾場馬 即是他那個發揮 又被人說說他愛眼了 因為講開實講 譬如說頭場勁駁 只有六隻馬 都瘦了 還贏的就是聖德精彩 聖德出息同主 即是不是瓜田里下 另外 超越名區 入籍路 大力受阻 莫雷拉平時拿位 不是很厲害 怎會出現這些受阻 沒有位的鏡頭 接著那隻金爵士更恐怖 回來一步一步都沒有 老祖就沒有騎 好像收庭一樣 好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如果只講這幾個個個案 當然有得解釋 但是我解釋得太多 大家當我也是幫莫雷拉說話 不過都講一講 勁駁 其實他受阻 六隻馬受阻不行嗎 我又在轉頭說 三隻馬跑 你都可以受阻 你要看以前那些七八十年代跑馬 三隻馬 四隻馬 都可以坐博士 六隻馬坐博士 怎麼這麼出奇呢 還有勁駁不是第一次的 之前可能這隻馬 其實都是有些太過尺寸 他只有一段力而已 要好好運用 很多時候 一是你就中段踩油踩上來 一氣呵成到終點 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會嘗試在裡面捐 省位 刁鑽一點 看看能不能拿到好位 來衝過一段仔 所以經常都見勁駁 不是第一次受阻 這次只不過好像以前一樣 不如換一下薛恩 看看薛恩會不會在外面 飛出大外檔出來 贏幾個馬位 這樣就可以證明到 莫雷拉真的跑得有問題 超越名區的確是受阻 但是你說是否問題很大呢 有時候騎士拿出面 拿入面那些 當他不受阻 其實他今天都沒得贏 包裝必勝幾個馬位 他可能會有第三 這場 可能覺得受阻 是不是沒有盡力 或者找洞鑽 這是後話 而今著事 絕對不是沒有盡力的問題 雖然未收到錯誤報告 但是馬應該有些事了 如果真的沒有事 真是很大問題 我自己都輸了 但是我不覺得這隻馬 今場莫雷拉發揮 有什麼大問題 總括來說 其實這幾隻 你可以說莫雷拉當黑 當瘡 其實是一隻沒有的馬 或者拿位找洞鑽 是要前面有馬封住他 至於莫雷拉 其實今季的表現 不論他是不是所謂的 很多馬迷心目中的 拉馬、古惑、造馬 各方面 陰謀論 他的表現是下跌了 他的表現是下跌了 怎樣解救呢 有什麼原因令他下跌呢 是不是因為他情緒病 什麼什麼 我認為全部都不是 其實就是說運動員有高低潮 運動員就不是說生理 就是運動狀態 有時候你是跟其他騎士博弈的 為什麼我特別要這樣說呢 就是說其實莫雷拉他有幾招 以前初來香港就有些特別勁的 例如轉彎踩上來入直路 出了頭先跟著駁走掉 你的馬追不到他 這一招的 第二招特別突出 就是大外檔 十四檔 撒起來可以走到一疊 他的走位 好像所謂的打機式走位 這兩樣東西 其實近這一兩季都少見了很多 就是上一隻講的好代表作 就是打比贏的達心聲 但是都是只有那一場而已 其實很多場都見不到 莫雷拉有些什麼佳作 或者剛才說的招牌賽 沒有了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 就是莫雷拉在香港已經騎了這麼多年 其他騎士已經知道他這些招數 他根本沒有可能再使得出來 譬如說 如果莫雷拉排的馬 十四檔 沒有了 不用十四檔 排外面這些檔位 全部騎士都會頂你 你想賣 第一個頂就是先頂你莫雷拉 不然哪裡找到吃 那些中段法力炒丘更加簡單 只要看到莫雷拉稍微 在後面有什麼風吹走動 在他前面或者在他旁邊的馬 就會跟他一起走 基本上就是頂死你 你不能走 你繼續在香港跑 其實莫雷拉 現在已經所有招式被其他人動息了 他不能夠再用以往的絕招 變成一個很普通的 香港又想著怎麼撕位 省位 在哪裡起動 那些事情 變成了不是一個以前的莫雷拉 這就是我一個小小的看法 其實他最適宜離開香港 如果以我覺得他以前這樣的情況 不是說你跑得差 你走 那些意思 不是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他的招式已經被人看通了 他沒辦法在香港發揮得很好 其實最好的地方就是去日本 就是之前他去日本客串 比如說他暑假去那些窄房 鹹館 那些他真的殺了 因為直路短彎 他就用那些彎位法力 加上莫雷拉的平衡功夫好 那些馬轉彎法力都不會撕出去 是沒有什麼騎士擋到他 就算李武華 但是他就沒有耐性 就是在JRA失敗了一次 他就不再考 其實我建議他應該要再考 考多兩三次他一定會得到 因為JRA的長期牌照 你外國人不是那麼容易申請到 李武華都申請了四五次 其實莫雷拉可能第一次不行 第二第三次也可能給你 但是他奈何了 他覺得日本不歡迎他 以為 回來香港繼續發展 他的表現 似乎都有一些越來越平庸 就算今天勝德出色 說十四檔埋到 其實都因為 好在他旁邊的喜愛善 就沒有頂他 好在田泰安沒有頂他 如果是那些潘頓 就說喜愛善又拿著他二答 就強行頂著他 勝德出色在第三答 你也是窩窩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我對於莫雷拉 為什麼今季或者這兩年以來 他表現好像沒有以往那麼神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看看大家認不認同 當然也歡迎大家 大家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或者給like 給comment 給share 我也一樣會感激大家 還有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小弟的會員頻道 包括這個年費月費都OK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今期的史馬田塞馬集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